哈喽 大家好 看到图片 你猜到这是什么菜吗 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凉拌仙人掌 仙人掌这个食材非常有营养 在这特别感谢新东方 不是新东方 是萨斯卡通东方超市老板和老板娘的支持 我从下单订货到他们店里进来这个食材 两周就可以搞定 真的特别给力 我们首先把仙人掌进行初加工 把它表面的那个刺削掉 其实不用把所有的表皮就削掉 因为这个食材是非常非常嫩的 仙人掌的顶端的那个叶片 其实也不是叶片了 是它的茎 它的叶子已经退化了 我们给它去掉刺之后 给再简单清洗一下 仙人掌也是没有农药的 不用担心哦 把清洗好的仙人掌一分为二 然后切成细丝 这样的话比较好入味 其实生吃仙人掌 营养成分能够更好地保留 但是有些人如果觉得生吃 对生食不是太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炒 我们切完之后可以尝一下 味道呢 有一点点酸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仙人掌 食材都给它处理好 然后把它放在盘子里面 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调热的处理 我们准备了蒜 葱和小米椒 我们把蒜呢 去头去地 然后给它拍碎 你有加蒜器的可以加成蒜末 然后红椒 小米椒也是给它切碎 这个小米椒呢 我是之前买了放在冷冻上 因为每次都吃不了几个 所以买一包放冷冻 每次拿出一个来吃就可以 然后小葱也给它切碎 这些材料放在一个小碗里面 我们再加一些佐料 一些盐少许 中餐少许哦 然后酱油少量一勺 大开 生抽也就是 再就是醋 这个蒸姜香醋 我家特别爱吃 不是给它打广告 真的好吃 然后糖加一勺 半勺 是半勺 然后烧热的油 我用的是料油 之前用了一些材料调的料油 然后给它搅拌 充分搅拌之后 直接倒在这个 先切好的仙人掌丝上面 然后剩下的这点也不要浪费 然后我们给它 把调料全部倒上去之后 简单的搅拌一下 这个非常非常好吃 又美味的仙人掌 凉拌仙人掌就做好了 在没有加佐料之前呢 吃起来就是 单单的有一点酸味 但是加了调料 这么丰富的调料之后 因为我们里边有糖 有盐 有生抽 还有那个料油 所以它就 酸味就不那么明显了 吃起来就跟 一般的凉拌菜一样 也很爽口 不是嘎嘣脆的 但也不是 肉不拉机的那种 反正你自己可以去尝试了 这么有营养的 凉拌仙人掌 推荐给你 记得 订阅 点赞 谢谢